因为我觉得我当爹得亏欠他们 就是这么多年吧 是吧 月亮的奶啊 月亮来了来了来了 应该说什么 耶稀 耶稀 谢谢爸爸来给 喝吧 喝杯啊 喝吧 看这三位啊 看爸哥的姿势 都小魂 拉长腿啊 现在早上先六点 睡前十一点十二点喝一壶 五六点钟就喝一壶 早上下来 我刚把视频上传了 我现在准备睡个回宫点 我睡两点多醒了 制作视频然后上传 奉献给大家 大家多多分享多多关注啊 点赞啊免费的关注啊 大家别忘了给我点啊 你们看看这是谁啊 你不睡了 七点就醒了 刚才喝完奶油蜜藏了一会 对了 给大家看看那张纸啊 李沃夫那个小伙子 罗马给我写的啊 你看 写的中文啊 小马克和小维也达 要好好学习汉语哦 加油加油 欢迎你们再来李沃夫啊 关注点赞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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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他其实挺用心 因为他们乌克兰人啊 尤其西部李沃夫的人啊 他们几乎不用俄语啊 但是他这整篇文章呢 都是用俄语写的啊 挺好 维拉 点赞 点赞 关注 点赞 你睡觉去吧 哎 我这也别睡了 他起的这么早 我天哪 我刚才跟他躺了一会儿 结果他不睡了 后边是壁炉 壁炉烧柴火的 特热 火墙 但是没让他烧 我现在受不了了 就照我现在家里穿短袖啊 嗯 热了 爸爸 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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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你跟大家飞粉 这样 你看你看 嗯 你怎么这么乖啊 这个女孩子真的贴心 真的 马克和练子睡得跟那 一样 他们俩是雷打不动 就是家里雷贼了 他们都听不见 嗯 睡觉去快点 真是的 再睡两小时快点 把他洗澡去了 嗯 弄什么 听见没有 嗯 上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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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洗澡了 我现在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 然后为了孩子没睡 我一进来他自己跟那玩呢 滚 臭小子 你怎么回事今天 啊 小狗 小野狗这么大 叫唤 老头子 老头老太子 骑得特早天天 六点可能就醒了 借着今天这机会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俩大姑娘没来啊 其实吧 这个去旅游 旅游 我们早就安排好了 他把旅游夫定了以后呢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他告诉我啊 咱们去旅游夫 我想去旅游夫 我说想去就去吧 正好带他换个心情 因为刚刚 这个离婚风波一过嘛 说实话还没有 正式跟他谈那个事情 确实要谈一谈的 天天忙那忙那的 然后 哎 说实话我也不想太多提这个事情 因为说实话比较伤心啊 但是这事吧 我觉得不说还不行啊 反正肯定得说过两天嘛 回去以后吧 现在不过节嘛 回去以后再说了 说这俩姑娘为什么没来啊 在我们决定去旅游夫过元旦 以后呢 我就跟那个姑娘们的妈妈说了 当时同意的 然后我们定的还是三巨舌 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我们我和我媳妇和 为了一个屋子 马克和妈万娘 然后那俩姑娘单独一方 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因为是30号 从基辅出发的嘛 邻居年底了 二十几号 KID开始撂挑子 先是老二 不去什么理由呢 当时有一个理由是 俩人都有点不舒服感冒 确实感冒了 确实病了 咳嗽 然后有点滴烧 后来KID跟我说 说爸爸我不去了 是吧 我说KID怎么能不去呢 我说这个都说好了 爸爸真的 你们这么多年 也没有跟爸爸过过新年 就是我爸爸非常期待 而且是非常想跟你们在一起 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刻 庆祝这个新年嘛 但是他说 妈妈自己一个人啊 我舍不得妈妈 哎 就这话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嗯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就理解呗 虽然说我这当爹的非常郁闷 因为很高兴 礼物什么都买好了 给他们的准备都 房也订好了 是都安排好了 然后结果他们最后 KID不去了 KID决定不去以后呢 我就挺伤心的 肯定不高兴啊 是吧 作为父亲 跟我说完以后 我就跟他说 KID决定因为 这个你们每年 天天都在跟着妈妈在一起 每年都过节都跟妈妈在一起 你们难道不能跟爸爸度过这么一个新年吗 是不是 反正到最后吧 他就反正还是决定不去了 不去那就不去了 那怎么办 我学着有点不高兴 但是 孩子嘛 姑娘嘛 这我也理解 我能说什么呀 是吧 但是作为当爹呢 反正肯定不好受 这是二十 二十二二三号 他告诉我决定肯定不去了 后来夜晚 二十八号 还去呢 我是二十九号夜里 就是 出发之前 给那个 夜晚打了电话 我说夜晚怎么样 到底去不去了 然后他说 不去了 也不去了啊 因为当时确实是那个 发烧 低烧 三十七三十八 然后咳嗽 一直没好 我心想算了 一人不去 另外一人去 把这节铁拆开了也不好 是吧 硬逼着 抢鸟瓜不甜 你干嘛逼他呀 是吧 我从来不逼孩子 尊重他们的选择 对不对 他们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是吧 舍不得亲妈 很正常 这我很正常 哎 反正 就这回事 这就是 为什么俩姑娘 没跟我们一块过年的理由 啊 很多人可能误会了 说是我不带的俩姑娘 我对他们的爱 真的是 不比任何一个孩子少 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当爹的亏欠他们 就是这么多年吧 是吧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吧 他们可能进入青春期以后吧 他们的这个思想啊 观念啊 有些改变 我感触明显 尤其是老二 老大性格更像我啊 我更容易去理解他 老二呢 修向我前妻 怎么了宝贝 这啥玩意儿啊 你过来我看看 我看看 你过来 你过来 宝贝 这是药啊 这个玩意儿你可不能动啊 听见没有 老二 性格 性格明显的变化 精神器嘛 是吧 因为他们可能成熟得早 有自己的想法 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但是 所以老爹 没想到孩子这个生长速度这么快 他们这慢慢慢慢的翅膀越来越硬了 是不是 没关系 这回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了 我作为爸爸肯定伤心啊 就是 他们没有能跟我们在一块过节 多好啊 本身 那有什么招啊 咱得尊重他的选择呀 是孩子嘛 不可能去打骂他 也不可能去逼他 你干嘛呀 叫花去啊 哎呀 还好小叶子马克 俩火宝 马克现在也逃了 我天哪 不像原来了 现在呢 好 现在开始耍脾气了 这就是完全的解压神器啊 是不是 别的 哎呦 真是 看看他有什么烦恼都没有 哎 所以说啊 还得多生孩子 还得多生孩子 别的真的是小妙啊 太可爱了 家里的开心果啊 啊 可听话了 是不是 别的 啊 你亲亲爸爸好不好 亲亲 好 谢谢 谢谢 滚跟姐姐啊 这个问题呢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就是我们离婚 别人要造成这个 眼下的一种局势 这种情况 对吧 没办法 伤害的都是永远是孩子 所以说呀这个 甭管说是跨国婚姻 还是这个同种族的婚姻啊 它都有问题 不是说跨国婚姻它就 特殊化 它问题就少 没那个 说实话 我不是不建议 我建议大家去找这个 养媳婚 但是 你要面临很多问题 知道 你看我 我就活生生的地子 真的 我所有的生活真实一面 都给大家展现出来了 你从我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总而言之吧 这个 为了不伤害孩子 这回就跟李远的离婚这事儿 还是我选择的妥协嘛 就是 这你这样逼着眼吧 其实 同志们网上各说纷纭啊 就说 大部分人是让我 就是 为了孩子坚持住 这个 我同意 但是有很多人说 说 这个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其实我也同意 真的 但是 作为大老爷们 我是一个负责人 我不可能再 再伤害这孩子了 你知道吧 这俩姑娘已经 已经很受伤了 真的 他们 他们很爱我 俩姑娘跟我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们 还是缺少父爱 没有办法天天陪着他们 尽到我应尽的责任 如果说我天天陪着他们的话 他们中文水平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不是 唉 不说了 就不知道了 伤心 月儿过来 你跟大家说再见 过来 开心馆你来了 行了 你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废文 给大家废文 再来一次 再来一下 还有就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些打赏 红包 真的非常感谢 咱们都装款专用 确实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这是说实话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你说谢谢 月儿你好好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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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是真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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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给大家废文拜拜 你别打自己啊 废粉 拜拜 拜拜 拜拜